大家好,现在开始咱们今天的每日一聊,聊聊这边的奇妙议事 今天给大家说一个奇葩的事 在说之前,大家先看一段录像 在这一年期间,我们的工作时,在这里的工作中间, 总是在这里的工作时,他们的工作时, 而且帮助了一联合工作。 我认为,让这种交流的事是一切是一切的事件在我的部分。 这一刻,我认为了十多年纪录,我40年纪录和我, 路上Сm hoy enтыguida many lengthy period apart while I carried out my responsibilities during the pandemic. As a result I've decided that I will step down as Mayor so that I can take the time to reflect on my mistakes and to do the work of rebuilding the trust of my family. I'll be working with the City Manager City Clerk and Deputy Mayor Jennifer McKelvey to ensure an orderly transition in the coming days. While I deeply regret having to step away from a job that I love in a city that I love even more I believe in my heart that it is best to fully commit myself 这个就是加拿大多伦多 68岁的市长 庄德利 中文名字叫庄德利 他周五宣布了他辞职 跟他的办公室的一个雇员 也就是他的顾问 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 所以被迫辞职 这个呢是让加拿大的一个报纸给爆出来了 所以他不得不承认了 这个在上周五的时候 他正式的提出了辞职 因为咱们这文化的差异 体制的不同 所以在这边呢 对这个问题的反应也不一样 Forum Research公司呢 他周二公布了 对1042名多伦多人进行的民意调查 这个民意调查显示了 有近一半多的多伦多人 不在乎这个市长出轨 就还去继续让他留任 具体的数据咱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45%的人认为不应该 他不应该辞职 43%的认为他应该辞职 还有11%的人表示不知道 25岁以下的民意调查 最有可能认为庄德利应该下台呢 54%的人表达了这种观点 就是希望他下台 参与调查的男性比女性 更有可能说庄德利应该承担责任 便按计划下辞职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呢 挽留他呢 所以现在这个年轻人呢 尤其是男性 劝他辞职的多 要占到54% 也非常正常 如果真正的男人 真正的绅士 他会要承担责任的 真正的男人 真正的绅士 他也会支持他辞职的 你就要对你犯出的错误付出代价 这是应该的 尤其是男人 调查发现呢 他在去年10月份的选举中呢 投票给庄德利的人中呢 有63%希望他留下 也就是说原来支持他的那些人 还是希望他留下 相比之下呢 在选举投票的时候 没有投他票的这些人呢 只有22%希望他留下 在加拿大 民意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因为他是政府人员嘛 他是公职员 而且他是公众人物 这儿的政府人员 要受这个大家的监督 你办错了 那你就要下台 你办错 你就刚才我说了 你要为你的这个行动 你要付出代价 这个是付出代价 是各方面的 其中就有这个 而且当然他也承认了 他要跟他太太说对不起 跟他家人说对不起 他太太也没有发表出来 也没出来发表看法 我想这个事呢 可能很快就会过去 现在的安省的省长 这个福特 就一定出来表态的 希望他留任 为什么 因为他是从14年就开始 当选了这个多伦多市长了 那14年到现在都8年的时间 他已经连任一次了 在这个多伦多市长这个位置呢 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他的工作成绩与错误与缺点 这个呢 有大家会给予评价的 但是呢 他在这个问题上 他就必须得付出代价 这就是加拿大 大家呢 有什么问题 你都把这说清楚了 那个女的呢 已经辞职走了 他也明确的说了 那已经离开这个工作岗位 他另找工作了 而且他也说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他也明确的说 他说我们俩的关系 已经结束了 这个他在新闻发布会上都讲了 所以对于他来讲 没有什么办法 只有辞职 用他辞职跟大家谢罪 因为大家对你这么信任 你在这个位置上 你还做这么做这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他要付出代价 这个就是在加拿大 对于咱们国内来说 这就是奇葩的事 对于这来说 太正常不过了 这些在位的这些人 你就要受大家的监督 大家的检查 没没办法 如果你要是想做这位置 你就得这样 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帮我点赞订阅评论转发 咱们下期见